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歌手沈宇纯 然后今天他们给我准备了这些标签 要让我来回复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抽三个 下雨天吧 下雨天是我前三年了应该是 来天赐的时候唱的歌 这句老天爷赏饭吃呀 唱什么歌都好听 都能唱出自己的感觉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唱出自己的感觉 大学生吧 哎呀 我不知道大家说啥了 初到三年归来仍是大学生 我的电子大学生 初到三年归来仍是大学生 我都能看到字 土味情话吧 我最近演音乐节说了好多土味情话 单依纯你唱的不是R&B 是U&E 好没心意呀 这我粉丝天天跟我说这个 但是谢谢你们准备 这个应该也算吧 我是古希腊 掌管唱歌的神是不是 你看 一猜一个准 模仿自己的表情包 纯纯无语 嗨朋友们 这是我们节目组为我们准备的网友蜡瓶 这个热锅上的蚂蚁 听起来不叫什么好话 王鹤也唱得挺好的 就是每次舞台加热 他也加热什么意思 他老是站不住 像热锅上的蚂蚁 特别是唱的副歌部分的时候 希望人注意一下 看不懂这个评论 什么意思 是说我唱歌的状态站不住啊 舞蹈功底 王总是有点舞蹈功底在身上的 巡演转情唱跳爱豆吧 我没有什么企业啊 不用叫我王总 我只能答应你一件事 就是这个巡演啊 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是挺新的 一旦当过体育生 这辈子就定型了 王鹤也的舞台 不仅有助跑姿势 还一顿一顿 你现在让我 就是再唱一遍 我也不会有当时的状态 这个这首歌对于我的人生啊 只有你一遍 是我最投入的一遍 因为情绪一旦上来了 就是说不回去了 我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情绪 其实都不是我特意设计好 想展现给大家 最后有个东北人 东北银 王鹤也居然是东北人 你们东北人唱歌 是多两副嗓子吗 那大家可以听我现在说话 在跟我唱歌做对比 你们觉得是两副嗓子 那就是两副嗓子 不加而化音挑战 冰棍 差点 差点 大火 干活 好玩 老头 哦 sorry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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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哈哈 这题好恶心 不是这题好难 哈哈 面条 不对 面条 摆摊 衣会 凉皮 小孩 摆摊 老白干 老白干 打嗝 打嗝 太难受了 这个太难受了 这个 得劲 蒜瓣 蒜瓣 馅饼 馅饼 哎呀天呐 我真不是个人做秀啊朋友们 这太难了 太省事了 点背 刘海 出门 脸蛋 蔫儿坏 哦 蔫坏 被窝 门清 还差几个 塑料袋 手绢 快板 体验 朋友们 东北人啊 我觉得东北人啊 可以试一下这个 来我们给个特写 我好像掉进了爱 情怀里 你是否也会有期许 想 已经感受 你会 嗨大家好 我是陈楚生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抽奖时间 一等奖 什么都没有 跟大家开个玩笑 这个是前两期天赐播出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网友给出的一些频率比较高的词汇 那我要在这里面词汇里面呢 找自己比较感兴趣的 其实我还真的蛮感兴趣 这个挖野菜 是什么意思的 我看一下 我不太知道这个梗 说的是 王宝川挖野菜去吧 晾一脑滚蛋 听完声歌的 升起白马 我是王宝川 我可以去挖野菜 哦 是这个梗啊 谢谢大家 因为 一首歌的改编 如果说能够让大家有一个 新的感受 或者说 对于故事的一个新的想象空间 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就是还是能够在一首歌里面吧 就像升起白马这首歌给大家 听 听完以后 有一种希望的感觉 圆满的感觉 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 扎心三不曲 是什么 扎心三不曲 晚上不睡 可以听 这样的生活 早上不起 可以听 光睡的人 一天不醒 可以听 荒废光年 哇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总结这三首歌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 这首歌 这一次在唱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有感觉到 可能在这个快时代里面 大家的节奏很快 偶尔让自己在休息的时候 其实我跟大家 其实很像 也一样 在自己独处的时候 也是不舍得睡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 都在为了各自的生活 各自的理想去努力 但我觉得这首歌是有力量的 那希望能够把这种力量 和大家一起来去分享 也给自己鼓励 也给自己鼓励 希望你能从这首歌里面 听到这种力量感 我们要愿爱生活 唱的歌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 我印象那天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确实 他现场版的编曲 跟录音版的编曲 还不太一样 而且能够跟 乐手老师在舞台上 那 其实 我的演唱会里面 其实也有一趴摇滚趴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我觉得 在唱这种类型的歌曲的时候 我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 可以 在舞台上 当然不是那种 中二八经的唱跳 但我觉得那种肆意 就是一种 很自然的舞蹈 谢谢大家帮我定格这一刻 我是记住的 我希望以后 我还能继续保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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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西菲娜一高 现在来看一下 歌曲的评论 看一下最近刚发的专辑 一匹的 不大笋 750毫升是超大杯奶茶吗 我好像没有看到过750毫升 这么大的奶茶 但是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试 应该有很多料吧 然后看看猜 热辣滚烫里最爱的一首歌 连雷佳音和林姐 都给唱出了CP感 我看过类似的评论 就是说 就是之前一开始 没觉得他们有CP感 但这歌一响起来 突然觉得空气都甜了 然后就让睡起来吧 听完有种想和西林 唱游海底的冲动 那就是说 我还不会潜水 等我哪天学会了潜水 我们可以去海底玩玩 西林唱的我痛彻心扉 太痛了 我多想拥抱你 是的 这首歌的确挺痛的 是妈妈是女儿 妈宝女听一遍哭一遍 的确 就是很多人都说 他们听不得 就是听一遍哭一遍 怎么会忘记你 西林唱到我心碎 和苦情歌所死吧 哎 想到没想到吧 今天还有续集哦 赤心 西林的声音好像有魔力 穿透人心 一听 物中生 什么叫物中生 什么叫物中生 就是 一辈子 就 行吧 那你就跟我锁死吧 热辣滚烫 建议分身一下 自己弹吉他 自己打鼓 自己唱 一定可以做到的吧 我思考一下 自己弹吉他 左手右手 自己打鼓 那我可能需要 上脚 这个怎么说呢 些许的难度有点大 我在练练 我在练练 嗨 大家好 我是张信哲 网友最近给我很多评论 我那个一一的来跟大家这个回复一下 我最想看到的还是划心嘛 因为毕竟是 之前一个 还蛮多争议的那个歌 能不能 让张信哲多唱一点 虽然会有点累 但是苦了张信哲也不能苦了我 你说的对 这个歌呢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 我跟萧云分工的非常的好 做美的男人好了 没有忘词的张信哲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 我很少忘词啊 不管世界多烦 我们俩紧静的拥抱 隐隐约约我能感觉 藏在你嘴角 真的歌词王军太准备唱了 我跟你讲 节目里面轻唱谁没有忘词的 你给我找出来 那个临时被cue都会忘词 你知道随时被cue这种轻唱 就是真的也会蛮紧张的 因为第一个没准备 第二个也不晓得会被点什么歌 然后就忘词了 那就忘了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跪着听 是什么意思 跪着听 我听我的歌不需要跪着听啊 躺着听张信哲的歌不舒服 跪着听舒服多了 为什么 是 是这个意思吗 厉害的意思 OK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 躺着听 比跪着听舒服多了 这个大家下次 就不要折磨自己了 就好好躺着听 舒服的听就好了 欢迎来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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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周博豪 诶 是什么来的 哦 是关于我的一些的 标签 周博豪真的太适合唱情歌了 根本没有抵抗力 真的假的 哎呀 周博豪这个人啊 好麻烦 他如果那个时间 唱了很多情歌 然后他就会很想唱其他类型的歌曲 但是如果唱另外的类型歌曲唱久了 又会想唱情歌这个类型 所以呢 就希望你有一天你会说 周伯豪真的太适合唱不同类型的歌曲 根本没有抵抗你那座 但是还谢谢你觉得我唱情歌 你会有深刻的印象 然后也会打动到你 谢谢 西装跳舞 用西装跳舞真的帅到没办法形容 周伯豪是懂我们想看什么的 我懂 我知道你们除了西装跳舞 还想看什么 我知道的 我懂 我真的懂 我懂 有两个夏天 周伯豪唱夏天好有感觉 那种看起来坏坏的男生 哇 唱小田歌温柔的不要不要的 我没有演绎什么的角色 就是做我自己啊 那坏坏的男生 温柔的不要不要的 我也很喜欢我自己这样 再看见夏天说什么 好 歌这个 什么夹子音 反正我爱了 对啊 我就是要让大家听一下我的夹子音 有多厉害 听到了吗 喜欢吗 那就好了 跟她说 什么 把 拨 拨 亨 亨 怕碰 泡病 泡 我觉得我应该要 梳洗一个月 坐上我的身后 大家好 我是杨坤 我们这个板上呢 是有关于我们的 天赐声音里面的 一些网友的评论 我们先再看一下 看这个吧 鲁智深穿裙子 杨坤夹的嗓子 唱歌的表达方式 就好像一个标形大汉 一脸胡子 穿着一个裙子 转圈圈 画面敢有了 不愧是艺术家 连形容都这么 微妙微笑 就是因为我唱这个歌 原来想都不敢想 后来 大家一直觉得 这个歌 其实唱完了以后 可能像我这种 气质 外形 再加上我这个嗓音 大家对我的固有的印象 唱这个如果当时 如果能唱好的话 会起到一个 大家想都不敢想的 化学法 但是看现在的评论来讲 我觉得这个目的达到了 就是大家都觉得 好像不可能的事情 可能了 而且居然发生了 我是觉得以后 其实自己的这种 声音的极限 或者是自己愿意尝试的一些 我觉得如果 只要你想到 一定要大胆去尝试 潜力还是有的 还是要等待别人的麻绝 对 来个这个吧 离别开树花 杨坤最后踹了一脚 杰克军逸 其实大家看那个角度 是错误的 其实我踹的是 踹的前方 但是摄影师大哥 是从旁边拍的 我踹那脚 其实是踹的点上了 正好卡那个节奏 因为这个歌 整体的 它的节奏很快 完了以后 其实大家都别觉得 这个歌很好唱 离别开树花 是很难唱的一首歌 你觉得它很好演绎 但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挺复杂的 因为它的词很密 完了以后编曲 速度也很快 所以很不容易掌握 就是我在那个速度里面 还踹了一条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其实这里面都没有找到一个 就是我参加了这两期里面 评论最高的一个评论 大家都说我这个牙呀 说你这牙为什么那么白 别人说你这用的什么牙膏 我现在正式告诉大家 我用的是烤瓷盘牙膏 谢谢